我妈给我找了个男朋友,帅气,多金,神秘,据说她很忙,忙到我们在聊天会议理向的亲,她没开摄像头,清朗地声线,讲着公司下一季度的战略决策。 我握着手机听了两小时,她也不怕我泄露公司机密,主要是全程英文交流,四六级压线过的我压根就没听懂,会议结束,她说了句,再见,后,下线。 我都没来得及发表意见,我妈说,按两家试交的备份,她得管我爸叫,哥,我妈心大,但眼光是真好,我看过照片,一句话总结,精英感真强,我还比较满意,于是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我们网恋了半年,问就是人在国外,我发,早安,她回,晚安,时差到的,毫无感情可谈。 等到两家准备订婚时,未来婆婆发来消息,我这未准未婚夫失踪了,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找到人,准婆婆一家终于接受优秀儿子不在人世的事实。 我妈一大早把我从被窝里叫醒,说是要去出席准未婚夫的葬礼,现在也算不上了。 但好歹是谈了场,没分手,的恋爱,姑且算作前任,我和我妈满怀伤悲地开车去往墓地,半道上,部门同事忽然打了通电话,说是有份紧急文件要送去给总监签字。 这大周末的,大家都在外出游玩,我瞥了眼红绿灯对面的公司大厦,实在开不了拒绝的口,我这老好人当得很称职,不过就是跑一趟的事,吊咽仪式的时间还早。 我把车丢给我妈开,自己去公司,揣了文件赶去是人民医院,我们部门总监是上月空降的,但没空降成功,听说上任前一天搬家,被衣柜砸了,又胳膊骨折,住院一个月了,新总监态度冷淡,公事公办,也不喜欢维系部门同事间的人际关系。 除了第一次大家一起去探病,总监嫌人多吵吵,我们没来得及轮流自我介绍,就被客气地,请出病房。 我这与世无争的性子,都没来得及踏进病房,无缘窥见真容,事后,同事聚在一起八卦,新总监真帅,那模样,那身材,穿着病号服,也难掩金贵气质,我想申请去照顾总监, 当初有多哇塞,如今就有多卧槽,新总监沈别峰就是个狗,严肃不留情面,刻板不知变通,随时随地六十秒,语音轰炸工作群聊,这次要文件也是他的,吩咐,我一身黑裙,胸前别着躲白花去了,路过的人纷纷侧目,来不及换了,我揣着文件敲响沈别峰的病房, 十秒后,里面传来一声,请进,沈别峰茂似很有钱,住得独立病房,环境干净温馨,还隔音,唯一与他形象十分不符的是,他面前的小餐桌上放着一份黄闷鸡,黄闷鸡好啊,接地气,我的目光从黄闷鸡扫至沈别峰的脸上,啊,果然是让人又爱又恨, 我礼貌地自我介绍,哥,您好,我是江淮宇,负责美工设计,哥,一种拉近距离感的友好称呼,公司同事都这么叫,沈别峰大概以为是护士,一边看手机,一边夹鸡块往嘴里送,冷不丁听到陌生声音,抬头看我,我微笑面对,他鸡块,啪哒, 一声掉落,我尴尬地准备原地踏步,我这算是与新总监的第一次面对面,不知为何,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酒汉缝干淋,呸,债主讨上门的感觉,良久没有反应,我献宝似地将文件承送至他面前,哥,您要的文件,沈别峰沉默,我从兜里掏出笔,您签字,沈别峰用一种,你走错病房了, 的差异目光,盯了我半晌,这略微嫌弃的,小表情,这看智障,是得小眼神,大概率待会儿会叫护士来给病房消毒,我举笔,举得手酸,哥,您签字吗,沈别峰这才接过笔,翻看了下文件,画下行云流水的弧线,这签名,真装,跟我那前任一样,我以为我得把文件送回公司, 结果他掏出手机,叫了跑腿,我觉得我可以撤了,毕竟不熟,有点尴尬,我准备告辞,沈别峰忽然,开口,你是要去参加葬礼,我点头,沈别峰又问,谁的,新总监,有点八卦,精神,我声音淡淡,前任,沈别峰眉稍微挑, 有点惊讶,短暂沉默,我以为他会象征性地安慰一句,节哀,结果他开始刨根问底,叫什么,这,把我问住了,虽然,网恋,了小半年,但我和前任的网友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我甚至没记住前任叫啥, 我下意识去翻手机,前任昵称,只有一个字母S,好在我妈,给我说过他的名字,我一边上华聊天记录,一边回答,他叫,沈别峰,咦,跟新总监撞名了,好抓马,我脸上五颜六色,沈别峰却不以为然,忽然掀了被子,活动自如地去衣柜拿衣服,我愣住,哥,您要出院, 他一边解病符扭扣扣,一边回头,我送你,我,别耽误参加葬礼,沈别峰说话间脱了病符,人还在这儿呢,犯规,沈别峰胳膊好了,顺便办了出院手续,我其实想说可以打车的,但新总监难得热情一回,我盛情难却,沈别峰开车又快又稳,前任的葬礼开始前十分钟,我们抵达目的, 我寻思着,新总监大概是好奇,我们站在人群后面,我问他,哥,您不走吗?沈别峰目光掠过人群,看看有啥好看的,又不是他的葬礼,我望向不远处地一向,葬礼快开始了,我得赶紧过去,沈别峰却忽然伸手拉住我的手腕, 我疑惑地回头,他神色淡淡地盯着我,你好像并不难过,那当然了,虽然网恋了半年,但我们的对话屈指可数,我对前任,心里只有惋惜,哎,天度英才,英年早逝,我哀哀叹气,我们没见过面,沈别峰微微挑眉, 你喜欢他吗?他似乎来了,兴致,你想和他结婚吗?人都死了,聊,这些有用,这个新总监过于关心下属,私生活了吧?我开始心生厌烦,他却淡淡一笑,在这种严肃场合,我有点生气了,沈别峰却一副懒散散散的模样,和你说个秘密,他俯身凑到我耳边,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残留的淡淡的黄闷鸡笑, 他温热地气息缭绕着我的驳稿,其实,我两个月前,还故意兜了个弯子,见过你前任,沈别峰见过我前任,真稀奇,他这话勾起了我的探究兴趣,我正要问他我前任真人帅不帅,他却朝葬礼方向扫了一眼,要开始了,故步地问了,我连忙冲进了仪式现场,前任的葬礼办得格外平静,人少又简朴,结束后, 我回头去找沈别峰,已不见人影,之后几天,他也没来公司上班,我被他那天说的话聊拨得心仰难耐,他说他见过我前任,他怎么会见过,我头顶十万个为什么,周五下班,我忍不住 给沈别峰发消息询问,他良久回道,请我吃饭,干脆直接,真不客气,我抠了抠指头,黄闷鸡,十分钟过去了没有回复,我订了餐馆,发送时间,地址给他,他伴上回道,为什么想知道,好吧婆,我开始胡扯,因为我喜欢他,我想和他结婚,他算是我的初恋, 所以我想知道他生前的事情,但事实是,我对前任好像并没有很浓厚的感情,我只是看了照片觉得,很帅,我是眼狗,我又具备与他匹配的家事, 所以,和他处对象,何乐而不为,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对象处得很难熬,最后,人还失踪了,我摸了摸脖子上戴着的一枚项链,这还是我过生日时,前任在国外定制后,寄回国内送我的,其实,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我有些感慨,消息发过去十分钟了,我盯着聊天框,等得想跺脚,沈别峰这才慢吞吞,回了三个字,我不信,你大爷的,沈别峰狗得很彻底,我在预定的餐馆等到人家,打压,他愣是连个人影都没出现,发消息,不回,还放我鸽子,晚上十点半,我在大街上晃悠,准备打车回家时, 沈别峰难得打来电话,还想知道吗?废话,我咬牙切齿地回,想,好没骨气,我感觉沈别峰在忽悠我,我问他,你是不是在宽我?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真魔人哪,隔了几秒,他又开口,日暮酒吧,过来找我,我觉得我被这个狗总监套路了,我就不该去什么酒吧, 沈别峰大概,估计十有八九,纯粹是想泡我,他果然狗,还很渣,因为我迟到了,他要我自罚三杯,我喝完脑子就开始晕乎乎,我勉励维持着清醒问他,你怎么见到他的,在哪见到的,你认识他吗? 被我连环三问,他微微一顿,服了服银边眼镜,他今天还戴眼镜,看上去更狗了,我一脸探究地看他,他倾壳一声,手指敲击着酒杯边眼,一脸玩味,死呀,这么多问题,看来你很在意他, 我违心地呃了一声,沈别峰目光,悠悠地看我半晌,忽然又转了,话题,在我回答你之前,你可以回答我三个问题吗? 还带这么玩的吗?但毕竟是我有事,问他,我勉强答应,他停顿两秒,轻摇酒杯,你和你前任是怎么认识的,又来,八卦, 我忍着无语回答,家里介绍,网上相亲,沈别峰继续问,你们认识多久了,半年,如果当初相亲的不是他,是别人,你也会像今天这样跑来,追根究底吗? 得寸进尺,管他屁事,我与沈别峰四目相对,他的眼睛很好看,让我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好奇怪,沈别峰微微凑近我,隔了半晌说, 不想回答可以选择喝酒,我愣了两秒,捧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却又露出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你没回答出来,第三个问题我要重新问,你问,我连喝了几杯酒,醉得眼前晃圈圈,沈别峰在圈圈里凝视着我,半晌,他忽然开口,我和你前任,我以为他终于要告诉他见过我前任的事, 我凑过去洗耳工厅,结果,他唇角,微高,谁帅,一句话给我聊,精神了,午夜一点,我最后喝得鸣顶大醉,把来的目的全部抛出脑后,沈别峰就袖手旁观,看戏似得欣赏我两颊晕红,胡言乱语,最后是怎么走出酒吧的, 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迷迷糊糊中,沈别峰问我家住哪儿,我太困了,想睡觉,快要清醒时,我感觉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还有个人搂着我,我陷入温暖的怀抱里,还没睡够 只是忽然间,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无意识地扭动了一下,声音嗡嗡地问,什么东西,对方嗓音阴哑 什么,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对方,不知道吗 我,嗯,对方好像在笑,嗯,我有些难受,好个,对方沉默半傻,什么好个,我脑袋昏昏,嗯,不知道,结果,对方把我搂得更紧了,想知道吗,怎么,能知道,你说,摸,摸,对方忽然沉默了两秒,我意识混沌,凭着本能发问,可以摸吗 短暂地静谧后,我的手被人握住,向下游移,这里,一种很无法描述的温热触感,意识巨拢,我猛然清醒,睁开眼,正好与沈别峰的一双好看眉眼相遇,他笑得很轻浮,口吻却是警告异味,想什么呢,我脸红到发烫,没什么 我只是摸到了沈别峰的腹肌,彻底清醒后,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卧室里,然后,我抱着沈别峰睡了一晚,关键是,他怎么知道我家的住址,还进了我家的门,我妈还没发现,我立马冲出卧室推开我妈那屋的门,我妈还在床上睡得正香,我妈心可真大, 我回头,沈别峰一边整理衬衫的褶皱,一边走出卧房,昨晚是你报的地址,开的门,进的房间,还把我,沈别峰一有所指的扫了眼床上,要听后续吗,不想,我心里乱成一锅,叫唬,都怪我喝断片了,现在完全想不起来细节,沈别峰依靠在卧室门框上,我不是随便的人,他说完,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我不带最久的女人回家,但如果你邀请的话,我可以回你家,真狗啊,我上前去拉她,咯咯咯,您赶紧走吧,我妈不早不晚,这时候醒了,伸着懒腰出来,看到我俩儿差点闪了老腰,您是,我妈一脸稀奇,沈别峰站直,又手臂上搭着西装外套,伯母您好,我姓沈, 是您女儿的上司,我妈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我,沈别峰很有绅士风度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妈,我妈愣愣接过,沈,沈别峰,然后,我妈忽然僵尸化,但我妈很快恢复自如,眼尖地扫了眼我的卧房, 你们昨晚,您误会了,我现在还不是您女儿的男朋友,沈别峰不慌不忙地解释,但将来也许就是了, 又补了一句,我妈,我也问好,这家伙在意想些什么呀,沈别峰不以为然,继续解释,他昨晚请我吃饭,应该是有追我的打算, 沈别峰终于闭嘴,临出门前,他又止步转身,有一句话想要提醒江小姐,我很心累,他又想干啥,结果,他煞有介事地扶了扶银边眼镜框,我不是谁的替身,我妈,你他妈,我妈转头看我,目光如刀,刀刀弯肉,我是被我妈撵出家的, 我妈说我造孽,说我准未婚夫尸骨未寒,我就找了个同名同姓的男人做替身,薄情寡义,丢人现眼,有辱门眉,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外,看着我家大门上的春联陷入了沉思,随后,我有家回不了,住进了酒店,越想越气,我以前一定是得罪过沈别峰,他才会这样落井下石,周一, 我憋着一肚子气去上班,下午去茶水间倒水,沈别峰像个鬼似的闪现在我身后,我被他吓得一机灵,他却不知从哪摸出一只项链,缠在手上晃了晃,项链很好看,我愣住,一摸脖子,空空如也,这两天光顾着,生气了,连丢了东西都不知道,我的,我伸手索要,沈别峰不紧不慢地问,谁送的? 我老实回答,前任,他笑得意味深长,很有眼光,我实在没脾气了,哥,您能不能还给我,你似乎没意识到一个问题,沈别峰答非所问,什么问题? 我耐心即将告庆,他将手背后,轻身向我靠过来,你前任的葬礼好像才过去没几天,所以呢,我没好气地瞪他,他又轻笑,你就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床共枕,怎么跟我妈,一样? 我问他,你想说什么?他笑而不语,捏着项链上前,越过了我的肩膀,我感觉脖子厚,凉凉的,他这是在给我戴项链,我原地立定。 沈别峰几乎将我整个人缓在怀里,温热的呼吸,轻扶着我的耳朵,都抱着一起睡了,我也不是随便的人,不如你追我吧。 沈别峰一字一句,下鼓似的,沈别峰轻轻一笑,扣好项链后,揉了揉我的头顶。 我感觉呼吸一致,这奇怪的糟糕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心动吧?我需要一盆凉水,沈别峰刚好泼上来,我有点难追,你要好好努力,真自恋又有病。 我在酒店住了快一周,我妈晚上做噩梦,梦到我这个不孝女,第二天杀过来,非要拎着我去沈阿姨家赔罪。 路上,沈别峰突然给我发消息要改设计稿,我回,今天不方便,沈别峰无情发来三个字,来公司,我憋着火。 哥,您在加班,等了一分钟后,沈别峰回了个,嗯,有病,公司是你家开的,这么卖命,我妈一声冷哼,踩着油门一路到了前任家的别墅,突然到访。 沈阿姨有些意外,看到迈出门的熟悉身影,我也有些意外,我居然看到了沈别峰,他一身挺拔西装,站在门口台阶上,针扎眼。 沈别峰见我从车上下来,难得晃神了两秒,我狐疑地看向他,哥,好巧啊,不是说在公司加班吗? 怎么,顺移到了这里,沈别峰不自然地倾咳了一声,我来探望沈伯母,探望,我不信,沈别峰回头看了严沈阿姨,伯母是我们公司的新客户,相关项目下周会开会讨论,则,圈子真小。 碍于他这个当事人在场,我妈没脸揭露我的,罪状,沈阿姨很热情,非要留我们吃午饭,我扫了眼楼上,突发奇想,伯母,我可以去别峰的房间看看吗? 沈阿姨微微一愣,看了眼沈别峰,沈别峰不动声色,我可以一起吗? 沈公子非常优秀,之前有幸见过一面,我也想去看看,如果我不怀一些什么? 真的对不起我,吃了这二十多年的饭,上楼时,我走在前面,沈别峰跟在后面,我想得出神,一脚踩空,沈别峰眼疾手快地扶住我的胳膊,我抬头对上他的目光,一句谢谢,在口中没来得及酝酿,沈别峰忽然,玩味一笑,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是你前任,被猜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蠢, 沈别峰先生夺人,笑容里透着几丝危险意味,你觉得我和他是一个人吗?我一时被他问住,这根本就是没有依据的怀疑,沈别峰怎么可能是前任呢? 长得都不一样,我红着脸否认,沈别峰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江怀宇,你可以追求我,但不能把我当替身,他说着俯身凑近我,我会吃醋的,前任的房间宽敞明亮。 一尘不染,书柜上面摆了许多竞赛,奖杯和奖状,沈阿姨说他高中毕业后就被送出国外留学,最后直接留在国外发展,只是没想到大好年纪,我环顾了一圈,正字惋惜,沈别峰的电话突然响了,出门接听前,他四不放心看了我一眼,莫名其妙。 我随手抽了书柜里的一本书,结果,里面加着一封情书,信封上落款一个字母S,信封泛黄,有点年头,还有点脏,像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我迅速脑补出一部,学霸送情书竟惨遭无情拒绝的青春疼痛文学,也不知是哪个没眼光的白月光,则,有点酸,我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癖好。 原样放好,我又抽了一本书翻开,里面加着一张合照,怎么跟开盲盒似的,这喜欢把私人物品加书里的习惯可不太好。 我准备和尚,但不小心扫到了照片,内容,是一张高三二般的合影,高中时的前任,这我得看看,对照着下面的名字逐一扫过。 我目光定格在前任那张脸上,少年身穿蓝白条纹的校服,模样青色却出挑得很,只是这张脸,不是相亲照片上的前任,恰恰是我总监沈别峰。 这,好抓码,我有些精神恍惚,沈别峰接完电话,进来,靠在门框上,叫我,我呢呢地捧着书回头,对照着合影。 我盯了沈别峰十秒,沈别峰似笑非笑,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沈别峰又微醋眉头,在前任房里,看另一个男人这么入迷,不合适吧,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让沈别峰解释一下,他的高中合影为什么会出现在前任的房间里,之前的念头又跳入脑海。 我感觉自己要疯,沈别峰依旧云淡风轻,伪装得天衣无缝,忍住,我摸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对着沈别峰按下快门,沈别峰挑眉一笑,偷拍我要收费的,从沈家告辞出来,我妈去开车,沈别峰问我去不去公司改稿,我凉凉一笑,问她,我有个朋友遭遇了情感诈骗,您说找警察管用吗? 沈别峰浅浅建议,可以咨询试试,与沈别峰分道扬镳后,我就把车开去了警局,我妈一脸诧异,你犯事儿了,要自首,我妈还真是见不得我好。 我把前任的相亲照片递给警察同志看,说我疑似遇到了诈骗,警察同志抬头,修长的右手接过我的手机,我迎上他的目光,好帅,好成熟,好有安全感。 好,咦,她怎么,和照片上的人长得一样,我在照片和她脸上来回转了数圈,我急忙捂住嘴,天底下竟然有这样巧合的事,我试探着问她,您贵姓,对方看着我手机里的照片轻轻皱起了眉头。 女士,您好,请问这是诈骗了您的对象吗? 嗯,我本来是想确认照片,是不是沈别峰骯我而合成的假人,没想到遇上了正主,我尴尬一笑,连忙抽回手机,坐在她旁边的一位中年女民警忍不住偷笑道, 周许啊,人家姑娘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一阵脸红脖子粗,连忙换了沈别峰的照片重新递给她看,不好意思,是这个人,周许扫了眼照片,微微挑眉,确定吗? 确定,我连连点头,您帮我查查她的信息,她是个骗子,周许沉默两秒,应了声,好,可以借个笔吗? 周许点头,我在白纸上写下电话号码,这是我的联系方式,等您查到后一定要告知我,周许抬头瞥了我一眼,淡淡呃了一声,从警局出来时,我脚步都是虚的,我妈在车里问我怎么跟丢了魂似的,我半晌回不过神,我好像遇到了前任,我妈活见鬼似的,我缓缓回神,不,是前任还活着,不仅活着, 还把我耍得团团转,周一部门例会,沈别峰讲起沈阿姨合作的项目,我用余光打亮沈别峰,狗,男人,真是伪装的天衣无缝,沈别峰捕捉到我的目光,倾扣了扣桌面仪式提醒,我收回目光,手机弹出一条新消息,沈别峰,专心点,一秒不到, 又发来一条,别看我,我盯着手机屏幕咬牙切齿,一分钟后,新消息弹入,只是这次不是沈别峰,而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连着三条,查过了,人不是骗子,不用担心,这口吻,应该是周许的回复, 我心中一阵汹涌澎湃,挺好,我因侧侧的目光望向沈别峰,他对上我的视线,开始发难,将设计师对甲方的提议有何高见,所有人的目光齐齐投向我,我没忍住,冷喝了一声,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知道,网恋了半年即将订婚的相亲对象,忽然玩失踪回国,摇身一变, 成总监上司,更离谱,抓码又真实存在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我早该想到的,我脑海里放电影似的,开始回顾遇到沈别峰以来,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送我去前任葬礼,告诉我说他见过我前任,在酒吧问我他和前任谁帅,提醒我不要把他当替身,夸送我项链的人,很有眼光,还让我认真追求他, 真特么会演呐,此时此刻,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掉马了吧,只是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不想跟我订婚,既然不想,为什么又成了我的上司,这是巧合吗? 合着从一开始见面,他就在把我当傻子耍,我此刻的内心活动,异常丰富,无法形容,沈别峰不明所以地看着我,微微挑眉,我默默攥紧了拳头,哥,我以前是不是甩过你? 沈别峰一愣,满是寂静,这次立会在一种诡异的氛围里结束,沈别峰面上不动如山,开完会让我留下加班,真不是人,我在公司做策划方案,他给我打电话,开会时为什么那么问? 我冷笑,因为哥您太帅了,对面一声轻壳,打算怎么追我,蹬鼻子上脸,我盯着电脑,打算做个二十几页的PPT,全方面了解您的喜恶,对面沉默两秒,四倍逗笑,半赏给了个方向,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你要追我的话,得先写情书,你他妈,我说我不会写,沈别峰一声轻笑,以前没写过, 我说没,他又问,那,没收到过,我回答,嗯,通话,氛围忽然,沉默,沈别峰嘀嘀的呼吸声传来,还有打火机的声音响起,他似乎有点不高兴,我为了一声,沈别峰良久回道,不会写的话,我可以教你,我问,怎么教,沈别峰说,手把手叫,段位真高,我问,什么时候 在哪儿交,沈别峰反问,你想什么时候,在哪儿,欲擒故纵,我直截了当地提议,您这么忙,我上门请教,如何,电话那头半上传来一声轻笑,想得,倒霉,我准备挂电话,沈别峰这才正经起来,周末,商场,我有些意外,做什么,沈别峰解释, 买纸,真讲究,沈别峰说,给他写情书,要用最好的纸,和笔,我居然,浪费大周末的睡懒觉,时间,陪着沈别峰这个大骗子,逛商场,文剧区,有点后悔,我随手抽了一叠四纸,沈别峰皱眉,敷衍,我找到信纸,区域,挑挑剪剪半天, 把摆在上面的每一种信纸,都给他看了个遍,他抱着胳膊靠在货架上,机器适得摇头,我实在忍无可忍,最后,我选了张颜色,素雅,还画有玫瑰花的,这里最贵的纸,带香味的,沈别峰体恤人,适得勉强点了点头,真难伺候,我憋着气去柜台,台队,结账,顺便给周许发短信,周同志, 打扰了,我还是有些疑虑,这个叫沈别峰的人,用其他人的照片欺骗我朋友,因为不想订婚,所以完失踪,最后,他又披了层马甲刻意接近我朋友,图谋不轨,我想问您,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抓起来吗?或者,能让他进去住几天,也行,我看着发送成功的短信,稍有慰藉,直到几天, 结完账,对方也没有回复,可能在忙,从商场出来,沈别峰这个脑抽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忽然头疼,开不了车,扎难套路,想让我送直说呗,我开着沈别峰的车,他坐在副驾驶后面,真把我当司机了,送沈别峰到公寓门口,我准备打道回府,他边换鞋边问,不进来坐坐, 我说不用,沈别峰起身,一把将我拉进来,他一声关了门,还将我摁在墙上,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我皱眉,你做什么?沈别峰冷哼,是你想做什么?有病? 我奇怪道,我没想做什么,沈别峰一脸渣男冷笑,可我想对你做些什么,我微微一愣,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台词,渣男套路深啊,我迅速恢复冷静,你不是说叫我写情书吗?沈别峰盯着我,那你说追我是认真的吗? 不是,我与他目光纠缠,你觉得呢,沈别峰的眼神有些肆无忌惮,就在我快招架不住时,他忽然退后一步,普通的情书看你了,则,这是显摆自己有多招,女孩喜欢是吗?我强颜欢笑,所以呢,沈别峰略一丝所道,想看全英文的,我,什么玩意儿,沈别峰就是个变态,我坐在书桌前, 捏着钢笔,愁愁,沈别峰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敲着二郎腿,跟个监考官似的,可以查单词,但不可以摘抄,见我半天没动笔,他问,不会写吗?这学霸语气听的人真不爽,这是欺负我四六级压陷过,还是按戳戳讽刺当初网上相亲时,我听了他两个小时的全英文会议,瞧不起谁呢? 您等着,不就是全英文吗?英语作文谁还不会写了?我大笔一挥,一分钟搞定,装入信封,沈别峰挑眉,这么快? 我,当然,沈别峰面路,狐疑,不会是用拼音凑数的吧?你大爷,活该以前被白月光拒绝,我捏着信封走到他面前,俯身与他面对面,他伸手要去接我手里的信,我故意避开,拿信封挑起了他的下巴, 好刺激,有种太碎头上冻土的美妙感觉,沈别峰双眸,微眯,胆肥了,说实话,我有点心虚,但还是故作镇定,都说了要追你,写了情书也要在合适的场合, 郑重地送到,你手里才有诚意,不是吗?沈别峰微微沉吟,似乎很认同,打算在哪儿送给我,这我得回去好好想想,我说着,故意拿信封妈撒他的下巴,聊拨人,谁不会呢?沈别峰呼吸节奏被我打乱,我暗自窃喜,准备收手时,被他抢先一步抓住手腕,他看我的目光迷离中透着危险, 我有些冒冷汗,但气势不能输,怎么?想留我过夜,我故意挑衅,沈别峰却没有松手的意思,他微微一笑,我不是随便的人,狗男人装正经,但如果是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下意识扫向房间四周,他微微皱眉,你在找什么?我回,衣柜,他有些不明所以,找衣柜,做什么? 看看是哪个衣柜砸得您骨折 末了,我又补充道,当初怎么没,把您脑袋砸坏,扔下情书,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沈别峰家离开,回家路上,沈别峰发来一张照片和一个问号,照片是我写的情书,里面只有一行字,不想追你了,再见 我回复,字面意思,对方良久没有回应,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渣女,不过豪爽,只是我快到家时,白天发给周许的短信突然有了回复,遵纪守法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直接提交了休年假,我妈在家看我越看越不顺眼,然后提议,你去找个对象约会去吧 对象,我妈几周前还对我一阵痛扁,现在居然让我去谈恋爱,我忽然想到了周许,要不是沈别峰鼓励我去找警察 我估计也没机会遇到他,反正也是前任照片,不如试试 说干就干,我给他发短信,明天周末,你休息吗?不到一分钟,他回复,休息 我大喜,抛出橄榄枝,我想请你吃饭,谢谢你帮我查人 我以为,按照周许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警察精神,应该不会轻易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 我迅速预定餐厅,然后把时间地址桌位发给他,他回复,好,第二天 我打扮一心,兴高采烈地抵达,餐厅等待,只是来的人不是周许,是沈别峰 我以为沈别峰只是凑巧来这里吃饭,没想到他拉开椅子坐到了我对面 我大无语,不好意思,我有约了,我打算装不熟,沈别峰神色淡淡 不巧,有人约了我,我一头问号,那您是走错位置了吧 沈别峰抬眼看向我,错不了,就是这里,故意找茬是吧 我忍着坏脾气发问,那么,请问约您的对象是谁 沈别峰挑眉一笑,不是说不打算追我了吗 这么好奇,呵呵,您误会了,我抬手叫来服务员 请帮我确认一下这位先生的就餐桌位 服务员小姐姐微笑,看向沈别峰 沈别峰瞥了我一眼 打开手机向服务员展示他收到的餐厅位置和桌号 服务员小姐姐面露尴尬 我顺势扫向沈别峰的手机,发短信的对象,不就是我 我发给周许的短信,怎么到了沈别峰那里 我难掩激动地瞪向沈别峰 他云淡风轻地迎上我的视线,丝毫不心虚 我忽然一瞬间明白了什么 我压住怒气问他,你和周许什么关系 沈别峰指尖倾扣桌面,十分坦荡地回答 他是我表弟,原来如此 所以说,之前和我通短信的人一直都是沈别峰 那我去警局报案时 沈别峰就已经知道了自己钓马的事实 真是玩得一手好牌 我气得想跺脚 沈别峰拿起菜单 这顿我请,我们聊聊 我冷笑,不用 您自己吃吧 我撂下话起身往餐厅外走 沈别峰见状 跟了上来 果然,遇到沈别峰就没什么好事 我走出餐厅,准备在路边打车回家 然而,沈别峰忽然在身后喊了我一声 我一回头,一个大如脸盆的不锈钢碗迎面砸了下来 真倒霉,是谁高空抛物 我是在医院病床上醒来的 那个碗把我砸蒙了 我睁开眼时,眼前晃着一圈圈重影 重影里,沈别峰的脸忽然凑过来 醒了,额头疼吗? 沈别峰关切地看着我 顺便把我的床摇了起来 我摸了摸额头上包着的纱布 旁边的护士处理完我的伤口 交代道 伤口不深 注意别沾水 说完就出去了 病房里只剩我和沈别峰面对面向去 沈别峰见我不说话 狼心狗肺地笑问 怎么不说话? 咋傻了? 看到这张脸就生气 我忽然想搞恶作剧 我发挥出毕生演技 懵懂地问他 你是谁? 沈别峰并不上当 江淮宇 装诗意 他来握我的手 我反手一把推开 我不认识你 沈别峰浅浅一笑 开始陪我玩诗意 那你记得自己是谁吗? 记得 还有呢 我有个前任 叫什么名字? 沈别峰 沈别峰一愣 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直白 然后呢 他问 他死了 我答 沈别峰愣得更久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找个人结婚 沈别峰忽然沉默 江淮宇 不玩了好吗? 没玩 我是认真的 反正他 大概也不喜欢我 也不想跟我订婚 我就去找其他人好了 我说着就要起身 沈别峰把我摁回床上 他一把捧住我的脸 凝视着我的双眼 认真道 沈别峰没有不要你 我感觉鼻头一阵泛酸 你又不是他 我侧过脸 不去看他 沈别峰却搬正我的脸 江淮宇 你认真听好 我就是他 从前高中时 就是在国外 也是 现在你面前 这个人也是 我凝视着他的眉眼 眼泪如珠子 躺个不停 一秒掉泪 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 我继续装傻 可你和照片上一点都不像 沈别峰似乎耐心告情 盯了我三秒后 薄唇忽然贴了上来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我整个人侵傻了 很奇怪的是 我居然没有反抗 沈别峰一副恨不得 要吃了我的架势 直到氧气耗尽 他才终于松开我的唇 将我拥住 对不起 骗你是我错了 是我犯贱 顽脱了 以后不会再骗你了 终于承认了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我的初吻没了 我休年假五天 沈别峰就跟了我五天 走哪儿跟哪儿 服了 他美其名曰 说自己太混蛋了 要弥补我 求得我的原谅 我被他扰得心烦意乱 他却问我要不要出去散心 我实在没辙就答应了 结果 这货二话不说 开车把我拐回了沈阿姨家 沈阿姨在门口迎接我俩 见我来了 他有些难为情地挽住我的手 小雨啊 我说过他的 他太不是东西了 确实 吃过午饭后 沈别峰带我去他的房间 上次就是在这里 他当着我的面吊马 我扫了眼书柜 问他 你以前有喜欢的女孩吗 沈别峰回答 有 我盯着他的双眼 不会是我吧 沈别峰微微一愣 却不愿直接承认 这么自信 嘴硬 我转身从书柜上 取出那本加着信封的书 你这封从垃圾桶里 捡回来的情书 我以前好像见过 听到这话 沈别峰肉眼可见地变了神色 你 他沉默半赏 轻叹了口气 可你把他扔了 扔进了垃圾桶 我路过你们教室 刚好撞见 沈别峰看着我 笑得很伤悲 江淮宇 年级第一 人生中第一次给你写情书 被你丢了 这 这对他的伤害值也太大了吧 怪不得他这么执着于 让我给他写情书 我只是胡乱瞎猜的 没想到真有这么一段过往 我甚至都有些 记不清自己做过这种事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渣 所以他后来发现相亲对象是我 才不肯露脸 也不愿意跟我订婚 然后 有了后面的一出 我开始 不敢直视沈别峰的眼睛 沈别峰微微一笑 走过来 不由分说 将我圈进怀里 回国后 本来是想欺负欺负你 结果还是自己栽了跟头 我想推他 想想还是算了 沈别峰蹭蹭 我的头发 只是蹭着蹭着嘴唇 忽然凑了过来 我一愣 开始结巴 我 我还没原谅你呢 沈别峰笑得肆意 早晚的是 他靠近我的耳朵 压低声音 对不对 未婚妻 很久之后 我想起了一些高中时的事情 好像年级里 有个很受欢迎的男生 是个学霸 叫什么 记不住了 长相 也模糊了 但人似乎很腼腆 我隐约记得 高二那年盛夏 我抱着西瓜去老爷家探望 意外路过他家 他背着画板要外出写声 我们在拐角不期而遇 我向他打招呼 嗨 他沉默看了我一眼 气氛有些尴尬 我举了举西瓜问他 你要不要吃西瓜 我以为他会不理睬我 结果 他一边脸红 一边难为情 要徒子 我脸上一洗 无子的 他大概拒绝未遂 有点尴尬 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 黏 原来是闲黏手 我立马想到办法 你等着 我切了块 你拿牙签插着吃 我那时候过分热情 等我登登登 跑回家 端着一盘西瓜出来找他时 人已经不见了 时隔多年 在梦里再度回忆 连轮廓都是模糊的 最后的一点印象 我身为学习委员 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 班主任说 年级主任最近抓早恋抓得紧 让我带他好好监视班里动向 同学们很支持我的工作 但又都很鸡贼 好几封三有试卷的假情书 主动上脚进了我的桌兜 班主任收到后气的吹胡子瞪眼 让我自己丢垃圾桶处理 那天下午 我丢的最后一封情书上 署名一个字母S 混杂在其他收缴的假情书里面 我丢完抬头 只瞥见夕阳余晖里 从交室后门处一掠而过的身影 程芷林和我坦白出差时 让秘书意外怀了孕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五年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 他声泪俱下地恳求我 乔念 孩子已经个七月了 求你让他生下来 我愿意净身出户 我点了点头 生吧 反正这片青青草原 是程芷林自己求来的 我和程芷林成婚五年 一直没有孩子 起初我本以为孩子 这件事强求不来 放平心态自会水到渠成 而他原本和我态度一致 甚至会在我每次空欢喜时 安慰我 念念不用着急呀 好事多磨 我们的宝贝呢 一定是想在一个 合适的时间到来 给我们惊喜 那一刻 我很庆幸 比常人更喜欢孩子的他 可以给予我这份理解 只是这两年 在成父成母的压力下 程芷林也开始 对孩子这件事 渐渐有些微词 甚至有一次 程芷林未经过我同意 帮我预约了 海市著名的妇科医生 他希望 我可以检查一下 我是否存在 生育方面的问题 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 我有些许不可置信 于是愤懑 之中发了火 这也是我婚后 第一次因为生育 这件事动怒 程芷林 理应当你自己 先去检查 因为男性检查 比女性容易得多 如果你确认没有问题后 我再去做排查 这才是最合适的方案 也是对我们彼此 伤害最小的方案 我的话音刚落 程芷林像受了 奇耻大乳一般 立刻跳脚 他神情急切地反驳道 我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厌念五年了呀 你真的不会为我们这个家 考虑一下吗 你只用去做一下检查 如果真的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 怀上孩子 你难道真的不想拥有一个 属于我们爱的结晶吗 程芷林的质问 让我有一瞬的恍惚 我错愕地看向他 满脸不可置信 从质问到动之以情 他真的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好似这五年 为了生育这件事 只有他在尽力一般 而我才是那个 不会为家庭考虑 自私自利的人 那一刻 我第一次感受到眼前 相濡以末多年的男人 无比陌生 记忆里温文尔雅 成熟理智的程芷林 似乎全然是他的伪装 卸下面具的他 刻薄又难堪 最终 我还是拒绝了 程芷林的要求 冷静片刻后 我对他平静地说道 如果你做了检查 我自然也会去做 我无法接受 你们单方面对我的怀疑 听到这里的程芷林 无奈地摊了摊手 她的嘴角垂下 目光里只剩冷意 自那次争吵之后 程芷林开始频繁出差 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 甚至在少有相聚的时刻 都可以感受到 她的心不在焉 她对我聊起的见闻 却是万分敷衍 面对我询问 她的近来工作 有何烦恼时 也一笑而过未曾谈起 我们像两个的点头之交 捆绑在婚姻里 连相敬如宾都算不上 而那时的我以为 是她事业繁忙 短期内冷落家庭 是在所难免 可直到那次 我看到程芷林出差回来时 手指上空无一物 她摘下了 那枚她五年 都未曾摘下的婚戒 这枚婚戒 是我亲手设计的 从初稿到中稿 熬过了三十几个日夜 在外享有盛名的我 设计起自己的婚戒 却像初出茅庐的学童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那时的程芷林日夜 陪伴在我身边 虽然她对珠宝设计 一窍不通 却依旧愿意 听我讲述 每一处的精妙巧思 和特殊寓意 所以她不可能不知道 为了这枚婚戒 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及这枚婚戒 承载了多少 我们对婚后生活的稀记 那时的我按捺住 内心的失落与怒火 壮丝无意地问起 婚戒呢 成指临垂眸 看了看指尖 片刻后恍然道 上次去游泳馆 摘了后忘记戴上了 我沉默地看向 她平静的脸庞 心里的落寞与失望 再次升级 我再无法宽慰自己 这是婚后必定会有的平淡期 或者劝说自己 她只是真的忘了 因为成指林 一直是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 如果有一天 她忽视了某处细节 那便代表了她开始忽视这份细节背后的所有人和事 况且婚戒仪式 在婚姻里怎么能是细节 所以我打算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 因为我也很想得知我们之间的感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会让她渐渐对婚姻敷衍经营 只是还未等到准备沟通的那个夜晚 即我打算与成指林分享庆祝 我设计的一款钻戒成为我们公司季度大爆款的那晚 她却在我之前 和我坦白 她的秘书陈梦幽 还了她的孩子 已经有七个月了 我细数着日子 那正是我和她因为生育吵架后不久发生的 也正是成指林在我们婚姻之中开始游离时发生的 一切有迹可循 念念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酒喝多了 喝糊涂了 我保证只有那一次 之后我和她再也没有单独出差过 听到这里 我的胳膊渐渐发着颤 手里的杯子中是因为失利 碎了满地 那一刻 呼吸渐困 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一般 无法用上力气 七个月是什么概念 距离产期只剩二至三个月了 陈梦幽身为她公司的员工 成指林不可能是近期刚知道的 所以这个孩子是她默许之下 留到了现在 念念梦幽上个月去医院要留了 她和我都很想弥补这个错误 但是没有成功 梦幽也因此到现在身体都还很虚弱 成指林的话语诚恳 眼里也带着祈求 她好似真想得到我的宽恕一般 只是难道在她眼里 我可以这般毫无自尊 在一段婚姻里容下她和别人的骨肉吗 要留失败 这般拙劣的谎言都敢扯出来 成指林说这话不过是在表示 她出轨后已经尽力做了挽救 但这个孩子就是这般顽强地留到了现在 她也没办法 一下子接收太多信息的我 情绪开始波动 但我却依旧极力保证着镇定 所以呢 成指林 你打算怎么做 成指林见我的反应没有太过强烈 所以以为我能够理解她的出格 她思索了片刻 半晌后又欣喜地拉住我的手回应道 等她孩子生下来后 可以拿来给我们养 然后给她一笔钱 让她离海是远远的 这样子你也不用受罪了 你看可以吗 听到这里 我的指甲渐渐嵌入肉里 这才堪堪忍住 没笑出了声 但终是在隐忍之下 红了眼眶 原来成指林你都知道啊 知道我这些年因为始终怀不上孩子而焦虑 知道我为了怀孕这件事 受过不少罪 所以当时你指责我在生育这件事上自私自利 不过是你为了掩盖自己丑陋心思的无妄争辩 多么可笑 成指林 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副模样 还是我 真的未曾看清过你 我和成指林相恋八年 从大学时期便已相知相爱 她是学生会的主席 我是李一步的部长 初见之时 她青涩 热恋之时 她赤诚 她不曾有过作为伴侣失职的片刻 八年如一日地把我捧在手心 周围的朋友都很羡慕 我有这样的爱人 就连我父亲那样难搞定的男人 也对她赞许有加 他们都说 我们是天作之和 才子家人 爱情无版 我也曾无比坚信 如果有人生来就要在一起 那我沈桥念生来便要在一起的人 一定是成指林 只是此时此刻 站在我面前的他 却希望我可以容下他游离时有下的孩子 甚至冠冕堂皇地说 是想让我少受点罪 成指林 面具戴久了 摘下来也会扯到皮的 看你现在面目全非的模样 真令人作呕 我心里自然不可能答应成指林的要求 他能够哄骗陈梦幽生下孩子 必定是承诺了他什么 这里面恐怕就包括所谓只要 生下孩子就会和我离婚 这样的条件 所以说把孩子拿来给我们养 不过是自以为这样可以稳住我 让我不对还在孕期的沉梦幽怀恨在心 从而产生威胁 成指林 为了孩子你真是事事算尽 甚至是到如今 你还想要通过酒后乱性 意外怀孕 要留没成功等巧合 来不让你的人设崩塌 倒也是良苦用心 我没有正面回应成指林的问题 只是慢慢擦干自己眼角的泪水后 面容温和地对他轻声说道 那之后一定要好好补偿梦幽 成指林见我竟如此善良大度 面上终于露出笑容 他慢慢靠近 将我拥入怀中 瞧念 不用多想 那就是我们的孩子 谢谢你 支持我的决定 在他的臂弯之中 我的眼神渐渐会暗 那天之后 我瞒着所有人主动约了全面检查 一周后 检查结果出来 我的各项指标数据都很良好 不存在不孕不遇 或者难孕 我拿着手里的检查结果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 所以这样 基本可以确定 陈梦幽肚子里的孩子 极有可能不是成指林的 我们五年都未有的结果 他们一次就成 怎么 他们是被耽搁得正负两极吗 而且现在想来 当时我要求成指林先去做检查时 他那反常的态度 以及笃定自己不可能有问题的模样 倒像是心里有鬼 成指林 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 执迷不悟到需要背叛婚姻 违背道德 那我自然会成全你 让你得偿所愿 陈梦幽找到我时 我正在家里楼下的咖啡馆 整理婚后财产公正 那次成指林坦白后 我曾和他交谈过一次 我向他表录 虽然愿意参考他的提议 但是对于他出轨这件事 我还是很难以接受 无法跨过这个坎 当时的成指林 见到我脆弱服软的态度 心里也饱含愧疚 他红着眼眶和我忏悔道 念念那件事真的是我错了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可以做任何事来补偿你 随后 我和他说 现在的我 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但是因为真的爱他 所以愿意再相信他一次 成指林听到这里 信誓旦旦地说 绝对不会再辜负我 我点了点头 之后像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一般 向他提议道 阿林 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安心一点 好受一点 可以把我们共同固定资产 做公正在我名下吗 听到这里的成指林 面露些许难色 但我不想给他任何思索 反应的时间 趁热打铁道 阿林 我是真的还想和你好好过下去 所以我只是提出做公正 以此让我多份安心 如果我不想和你继续下去 大可以直接提出离婚 八年的感情了 我也舍不得 我会把这个孩子视若挤出 也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到动情之处 我的眼泪慢慢滑落 哽咽得吐露肺腑之言 本还有一丝犹豫的成指林 沉默了片刻 终于相信了这个相处八年来 一直老实本分的我 他笃定我翻不出什么了 也自信一切都会在他的掌控之中 成指林 你可真是自负 之后的一周 他将我们婚后所有购置的固定资产 都转移到我的名下 并做了财产公正 成指林愿意这么做出了愧疚 也是为了稳住我 陈梦幽的胎还没有生下来 如若让我太早意识到 会被出踢出局的悲惨结局 他们也担心我会做出极端的事吧 而此刻我看到陈梦幽来找我 我故意将资料收得慢了些 还放在桌旁的显眼处 陈梦幽坐在我面前 刚想开口 却看见了那份财产公正 他面露怒涩地问道 成指林 把所有房子都给你了 我含笑看向陈梦幽 气定神闲地回应道 不过是他对我的一些补偿罢了 你来找我什么事 陈梦幽沉默 没有立即回应 只是戴满首饰的右手 一下又一下地 轻浮着浑圆的肚子 他的眼睛撇向我 似乎是看我的神情态度 但见我泰然自若的模样 他有些失望地垂下眼眸 姐姐我这次来 是想要和你道歉的 我怀上阿琳的孩子 已经七个月了 他的语气虽说怯懦 但手上抚摸肚子的挑衅动作 一刻也未有停歇 我微微点头 端起咖啡 神情停静地回应道 他已经和我说过了 既然你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就安心养胎吧 是成家孩子的话 想必成父成母 自会很欢迎 我说到成家孩子的时候 刻意加重了语气 随后 抬眸看向陈梦幽的反应 他有一瞬的慌张 听到这里 拿着杯子的手指 也渐渐收紧 但不多时 便调整好了表情 果然 这个孩子 未必是成芷林的 姐姐说什么话呢 这必然是阿琳的孩子 我放下杯子 点了点头 她的语气 笃定 神情也恢复了之前的镇静 只是想来 陈梦幽也无法想到 和成指灵狗且了这么久 怀上的孩子 本应该大概率是她的 结果她就是这么不争气吧 那日和陈梦幽见面后不久 我便得到朋友徐娜娜的消息 前段时间 我曾拜托她 帮我打听一些消息 徐娜娜在海燕公司的总部 而成指灵是海燕旗下海信公司的CEO 虽然不在一个公司 但打听起分公司的琐事还算容易 她和我说道 这几日她在海星行政部门打听 终于知道得知陈梦幽八个月前 是有一个男朋友 甚至很多次 这个男友都会来接陈梦幽回家 不过不知道为何后来便分手了 分手后不久陈梦幽便因为个人原因辞职 有流言蜚语说过 她辞职是因为怀孕 大家都以为是陈梦幽前任的孩子 徐娜娜有些困惑地问我道 念念你打听这个事干嘛 她的神情有些担忧 只是我想聪明如她 应该能想到 我这样一个正式突然打听 丈夫怀孕的前秘书 是为了什么 徐娜娜见我面色沉重 终是叹了口气说道 念念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一定要和我说 这件事我能做到的 一定全力帮你 她笃定的承诺让我回过神 经历这样的背叛后 我本已经对人情有些淡漠 但却仍会因为这样的情意 而感动 谢谢你 娜娜我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现在也确实需要你的帮助 徐娜娜的手 慢慢附在我的手背之上 她轻声说道 什么忙 我会尽力的 我看着指尖的那枚昏戒 眼神渐渐会暗 你可以帮我去查一下 陈梦幽前男友的信息吗 徐娜娜听及此 没有犹豫的印象 这对社交小能手的她来说 还是圈里找个人 还是容易的 这天早上开完新季度的产品发展会议 我临时不舒服 请假回到家 走出电梯时 却突然在门外听到 屋内有人在争吵 我慢慢停下按密码锁的手 你真的把所有房子都放在沈桥念的名下吗 那我嫁给你之后 还会剩什么呀 陈梦幽西斯底里的叫喊传来 屋内的程指林沉默不语 听到这里 我微微勾起嘴角 看来上次刻意透露给陈梦幽的消息起了作用 她果然会对财产公正这件事产生意见 梦幽 那不过是一些房子 我还有别的自产啊 难道你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这些钱吗 话音刚落 屋里传来此晚破碎的声音 陈梦幽像是听了什么笑话 一般吃笑开口道 不然呢 成指林 我辛苦怀胎十月 什么都得不到 那个女人什么都没干 就拿到了你们名下十几套房子 你当我是冤种吗 我抬起手 轻浮在嘴边才忍住梅笑出声 原以为这个陈梦幽是个高阶玩家 却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她本还有站在上未处谈判的筹码 这样子做 是真不怕作梅 屋内的争吵还在继续 陈梦幽的哭声越来越大 她嘴里一直叫喊着 我现在就去留掉孩子 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话音刚落 我有些吃惊地挑了挑眉 这 这一句话 百分百会触碰到成指林的逆临 因为成指林对于孩子的看重程度 远远高于她所展现的 果不其然 一个沉闷的巴掌声传来 随后传来一阵推嗓 伴着书柜轻挪地声响 陈梦幽终于尽了声 不再哭喊 够了 陈梦幽 如果你敢留掉孩子 我让你们全家吃不了兜着走 成指林的语气阴冷无比 我似乎可以想象出那双原本温和的眉眼 此刻会有多音质 陈梦幽不敢再坑 一声 因为她明白 成指林确实有这个能耐 那日之后 成指林对我的态度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她开始按时回家 非必要的出差也不会参与 甚至在一些节日重新开始为我准备礼物 我假意配合 实则心里清楚 原本她是打算孩子出生后 与我离婚 迎娶 年轻貌美 的陈梦幽 但在近期陈梦幽的发疯表现 以及我的听话 懂事 对比之下 让成指林重心思索了这件事 她现在的态度转变 估计是因为真的想要将孩子接过来后 直接用钱打发了陈梦幽 不过 这怎么够 因为这虽然是有利我的结局 却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陈梦幽生产期将近 我开始归劝成指林 多去看望她 我自然不是大度地接受了这个孩子 而是想要让成指林 在这个孩子身上 倾注更多的心血 好让她之后的期待落空更大 只是我没想到 她竟有些不愿去看望陈梦幽 看来成指林对她的厌烦 是到了一定程度 临近生产期都不愿去看望 老公 梦幽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去看望照顾她 梦幽可能会不太喜欢 我俩的关系也有些尴尬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你站出来 你多去照顾照顾这个她们 也当是提前联络感情 听了我的劝告 成指林紧簇的眉头终于松下 她轻声应允 随后将我揽在怀里 下巴亲密地在我额头处蹭了蹭 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般善解人意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 那该多好 她的语气满带着遗憾 似乎真是发自肺腑之言 只是听到这里 我依靠在她肩膀处之下的面色渐渐沉下 成指林 我该谢谢上天给我找个机会 让我看清你 如果和你这样的人渣有一个孩子 那将是我这辈子的污点 陈梦幽怀孕的第三十九周 顺利诞下了一个男婴 病房之内 成父成母开心的议论声盖住了婴儿啼哭 传到了门外 我依靠在墙边 神情平静 其实早该明白 成父成母必定是很早便得知这个孩子存在 甚至最开始就与成指林 陈梦幽沆泻一气 只是不是时的 我突然回忆起多年前的婚礼现场 我跪在成父成母面前 改口敬茶 那时的成母满含泪光 哽咽得开不了口 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地感叹道 这是第一次见婆婆听儿媳喊妈哭的 还是激动地哭 婚后 成母也时常带着我去海市名门的各种聚会 她总是满脸自豪地和人提起 这是我家的念念 孝顺董事 还是凝望珠宝的首席设计师 去到念念 真是指林那小子的福气 那时的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 都以为我沈乔念拥有了激进完美的婚姻 优秀顾家的丈夫 和蔼可亲的公公婆婆 只是对比其此刻 真是讽刺 思绪收回 我敲门走近 将手里包好的汤放在桌上 正当我想转身离开时 却被陈梦幽叫住 她见我停下脚步 转头洋装 乖巧地对成父成母说道 爸妈 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 我有些话 要和乔念姐说 成父成母听词有些许迟疑 沉默片刻 终是点头应允 他们的目光之中 带着尴尬和担忧 我明了 不过是担心 我和陈梦幽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 会有什么意外 思 即此 我心下不禁有些苦涩 人情冷暖 真是一场大课 关门后 陈梦幽原本温和的目光 顿时变得凌厉 乔念姐 你还是输了 爸妈刚刚和我说了 他们已经准备 让芷林向你提出离婚 你该不会真以为芷林 会把孩子带走 来当做你们的孩子吧 那不过是 用来缓和你的说辞罢了 现在孩子顺利出生 你很快就没有用处了 珍惜你坐在成太太位置的 最后十日吧 陈梦幽的语气 像是已经上位的胜利者 在对我这个失败者下 最后的通牒 只是我面对她的挑衅 情绪并没有多大波动 我慢慢把汤盛出来 保温筒的性能不错 此刻汤上方还阴晕着热气 我抬眼看向陈梦幽 她眉眼憔悴 肤色暗沉还泛着黄气 一场生育 让她的视觉年龄老了很多 原本她比我年轻了三岁 只是现在看来 反而倒了过来 怕是老上三岁不止 我没有开口回怼 只是将目光转向她怀里 皮肤黄黑的孩子 程芷林是从小白到大 而陈梦幽在生育之前 我见过几面 也算是肤色白皙 而这个孩子 再黑一点 都像非洲小孩了 见此 我微微挑起眉 故意挑衅道 是吗 梦幽 我希望你不是在说大话 等你真的 进了程家的门 再来向我炫耀吧 不然 你都是在为我做嫁衣 我这话 似乎是触及到 陈梦幽的逆临 她的眼眸煞时间 满是恨意 气急之下 表情里 透露出一股阴狠 顿时 我心中浮出 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 只见陈梦幽将手 伸向孩子的胳膊 两指一用力 嫩肉之上顿时 一片红肿 几乎同时 婴儿的提款 哭响满了整个病房 成父成母 立即慌忙地开门进来 满脸焦急 还未等我组织好措辞 陈梦幽恶人先告状道 爸妈 你们快替我和宝宝 做主 刚刚乔念姐和我说 想看看孩子 结果她趁我不注意 用力掐了宝宝的胳膊 你们快看 都肿成这样了 二老听吧 立刻推开站在一旁的我 上前检查孩子的胳膊 但证实了陈梦幽所言 成母表情严肃地转头看向我 她的眼神里早没有了之前 看向我的慈爱 如今只剩下怨恨和嫌弃 我轻轻摇了摇头 事已不是我做的 即便我知道 他们不会信我 因为对于他们二老而言 比起我这个认识了多年的儿媳 他们更愿意相信 母亲不会伤害孩子的天性 待孩子的哭声慢慢停歇 成母走到了我面前 她没有说重话 只是冷静片刻后 语重心长地开口道 念念你也看到了这些年 你一直没能生下孩子 我们虽然很喜欢你这个儿媳 但还是免布的一些压力 如今梦幽已经为止 临生下子了 我们想给你一笔补偿 之后就算你与芷林离婚 我们也还是一家人 听到这里 原本还有些紧张的 我终于心沉了下去 随后忍不住倾笑出声 她的孙子刚刚顺利出声 她便刻不容缓地向我开门见山 真是虚伪又冷漠的一家人 面对成母所谓的安抚话语 我没做回应 只是把刚刚倒在碗里的汤端起 一口饮尽 妈 这个鱼汤 是您四年前教我熬的 我一直敬重您 爱戴您 只是这一次 是我最后一次叫您生妈了 家人什么的不必了 再见 程芷林带着离婚协议书 来到我面前时 是在一周之后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早 毕竟上周去到 陈梦幽病房故意挑衅她 本意就是想让她紧逼程芷林 早点提出与我离婚 因为我必须在程芷林 对我愧疚感最大的时候 和她协议离婚 这时我能获得的财产才是最大的 不然以程芷林现在对陈梦幽繁艳无奈的态度 我真怕她会真的去母留子 好在陈梦幽和成父成母 没有让我失望 我抬眼看向程芷林 面上带着与以往无意的微笑 而她面容憔悴 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佳 黑金矿镜下的眼底更是乌青一片 头发也没做定型的随意散在额前 程芷林手里捏着离婚协议 目光一直在文件与我身上徘徊 神情纠结又痛苦 伴上后 她终是开口道 念念对不起 我向天发誓 我真不愿与你离婚 只是我实在没有办法 梦幽拿着孩子做威胁 爸妈也向着她 一直逼我和你离婚 所以我只能 她慢慢将离婚协议推到我的眼底 我垂下眼眸 看向财产划分那一栏 之前财产公正后 我们婚后 所有固定资产都在我名下 这没有任何争议 总共有15套各地房产 以及7辆车 而对于程芷林存款 以及公司股份一部分 她在协议里写着82分 我巴她二 这倒是让我很惊讶 我咨询过离婚律师 婚姻里的过错方式会少分财产 声音哽咽地开口 念念这段时间 你受委屈了 我原本以为 一切会如我所想 顺利进行 但陈梦幽这些天 一直在威胁我 她说 如果我们不离婚 她就抱着孩子跳楼 我实在被逼无奈 财产补偿这一块你放心 我必定会立刻打到你的名下 而这往后 如果你没有孩子 可以把小宝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神情冷漠地将手从她的掌心抽走 恶心地感觉袭来 我不愿再坐停留 或再须于尾夷 不必了 程先生 往后 请多保重 说完我拿起协议便离开了 只是程芷林不知 我以后如果想要生育 自会拥有自己的孩子 而她 大抵是不能了 随后的两周里 我高价出售了 程芷林划分给我的海星股份 这一趟 赚来了不少钱 正当我看着账户里的余额 忍不住笑意时 何旭联系了我 何旭就是陈梦幽的前男友 其实在陈梦幽生下孩子的那一周 徐娜娜就已经找到了何旭 但当时的 我并没有立刻去见她 而是和徐娜娜说 等我离婚后再与何旭见面 此刻 海星的股份都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正好是何旭的时机 我与何旭见面 自不会拐弯抹角 只是我注意了何旭的肤色 果然 很黑 她顿后朴实的模样 像是从天远地区出身的 这倒是和我预料的不一样 我坐在何旭面前 从包里翻出照片 里面是陈梦幽抱着孩子和成家一家人的合影 何旭见词 却并没有多大反应 她认出了陈梦幽 但只是木讷地说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这和我没关系了 我叹了口气 见她这般反应 无语地想要翻白眼 但也只能耐着性子提点到 按时间推算 陈梦幽怀上孩子 是去年的八月份 那时候你们确定已经分手了吗 或者 我在问的直白点 那时候你们确定没再发生过关系吗 听到这里 何旭的眉头渐渐皱起 她似乎是回忆起什么后终于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 这个孩子 有可能是我的 我汗手 得到我肯定的回应后 她呆愣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回过神 只是拿着照片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突然 她像是想起什么班 拿出手机 划了好几下后 递给我 我垂下眼眸 只见满屏的酒店订单 这些酒店开房订单 大多都是去年夏天 七杠九月的 其中 时间也对应着 陈梦幽出差回海市的时间 这个陈梦幽 真是忙碌 出差是何成指林 回来又要和何旭 我一一将这些页面截图 并拍照保存 随后 我对何旭些伤道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 但你之后需要保证 不会透露我的存在 何旭点头 对 这个男孩 百分之百是你的 我与照片里的这个男人 曾是夫妻 他有生育障碍 不可能让陈梦幽怀孕 我其实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这般笃定地说 不过是为了更好 利用何旭的怒火 我的话音刚落 砰 闭一声 何旭的拳头 便狠狠地砸在桌上 他一改原本的淳朴模样 露出蛮横的表情 他们在哪 询问的语气之中 是盖不住的愤怒 之前听说农村 以及偏远地区 会更在意传宗借代 现在看到何旭气的 想要吃人的模样 以及听到 南海 时明显的表情变化 多少是证实了这件传闻 我将陈梦幽目前所在的月子中心 以及程芷林的公司地址都给了他 何旭拿着地址 虽已愤怒地快要失去理智 但在离开前 还是和我道了声谢 毕竟如果不是我透露 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得知自己 还有个亲生儿子 被陈梦幽用来索要富贵 再次听到陈梦幽和程芷林的消息 是在地方热搜新闻上 词条上显示 一男子大闹海市月子中心 海星CEO程芷林与前秘书生子孩子 并非亲生 海星CEO程芷林婚期出轨 点开爆料内容 只见何旭拉着横幅站在海星大厦楼下 和月子中心闹事 横幅之上写着 海星CEO程芷林和我前女友陈梦幽 请你们归还我的儿子 我看到这里 没有忍住笑出了声 点开下面已经有了一千条的评论内容 大多是让三人去做亲子鉴定 赶紧去做亲子鉴定 其他说啥都没用 不过说实话 这孩子长得真黑 一点不像这个CEO 不用测都知道大概是这个前任的吧 除了亲子鉴定 也有人站出来说 程芷林今年七月份刚与前妻离婚 那时孩子都出生了 反正出轨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CEO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我咋感觉我在南科碰到过 看到这里时 我的手指停下 南科 如果这个网友说的是真的 那程芷林恐怕一早就知道 自己生育能力不行吧 亏他还执迷不悟 做了这么多下三滥的事 舆论迅速发酵 词条很快就冲到了 海市地方热搜榜一 也就一夜之间 海星的股价暴跌 我看着高价套陷在卡里的现金 暗自窃喜 这也是为何我没有在婚前 就与何旭联系的原因 何旭一旦得知 必定会立刻闹事 而如果那之后和程芷林离婚 得到的不过是些大贬值的股份 等我高价把股份出售后 再告知何旭让他闹事 才是最优解 热搜挂在地方新闻榜上一天一夜后 终于稍微掉了热度 而这时 徐娜娜带着最新的八卦 找到我 你知道吗 念念 那孩子果然不是程芷林的 昨天那时闹得沸沸扬扬 有老多人跑去那月子中心看热闹 这程芷林估计也是气疯掉了 说什么都要让那个孩子做鉴定 听说那个秘书 为了不做鉴定 差点从月子中心楼上跳下来 鉴定结果出来的时候 程家人脸都绿了 徐娜娜边说边拿出手机 她点开一个名叫 海市吃瓜 的群聊 里面有数十条视频 其中一条长达二十分钟的视频里 陈梦幽蓬头垢面地穿着病服 一边下跪一边拉着程芷林的衣角 求着她不要做亲子鉴定 程芷林在众人面前 一脚将她踹开 甚至还在她肚子上踩了脊脚 画面中 她心红着双眼 用尽误会之词 辱骂陈梦幽 而成父成母 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 抹着眼泪 大概五分钟后 陈梦幽突然像风了一样 冲向窗户旁 抬脚就想从八楼跳下去 众人阻拦之下 她方才没有得逞 但陈梦幽嘴里一直叫喊着 你这个没本事的东西 怪不得和沈乔念五年都没怀上 你有种怪我虑了你 你咋不说你本来就不行啊 废物 你和哪个女的能怀上 程芷林 你这辈子都断子绝孙 徐娜娜看到这里笑得何不拢嘴 她凑在我身旁继续说道 下面还有个视频 里面是程芷林拿到了鉴定结果 视频里 程芷林拿着检测报告 满脸阴沉 随后她将报告撕得粉碎 愤怒的一拳打在医院的强柱上 瞬间她的手擦出了血来 而贪坐在一旁的陈梦幽 此刻就像四五十岁的老妇 双眼无神 皮肤暗黄 二十出头的年纪 脸部已经垮得不像样 她神情呆滞地看着窗外 无论周围有多少看热闹的人和采访的记者吵闹 都引起不了她的注意 徐娜娜吃笑地嘲讽道 这下 程芷林被戴绿帽 身败名裂 霜 喜 临门 陈梦幽也豪门梦遂 人人唾骂哈哈 看到这些我自然心中也高兴 不过是小半年的时间 我从被成家算计抛弃的对象 到现在手握成家大部分家产 并且还摆脱了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物老公 想到这里 我开心地揽着徐娜娜说道 走 姐请你去北欧旅个游 庆祝一下 毕竟现在手里的钱 是我几辈子都花不完的 当我和徐娜娜从国外回来时 海市已经进入了第二年春天 在北欧丰丸的日子里 终于让我放松了上半年以来一直紧绷的神经 现在想来 那时 只身一人面对程家和陈梦幽的算计 哪怕走错一步 都会深陷泥潭出不了身 好在 最终稳住了 然而 我们不在的这五个月里 海市也发生了很多事 程芷林因为婚期出轨 被海燕总公司以个人私事处理 不当为缘由开除 并被行业彻底拉入黑名单 而事业被毁的程芷林 将一切怒火都撒在陈梦幽身上 程家的邻居说 总是看见陈梦幽一身伤痕地出去买菜 然后大晚上也能听到 程芷林家报陈梦幽的声音 其实在旅游过程中 我有接到过程母的电话 她在那头声泪俱下地恳求我 希望我可以拿点钱帮帮他们 她说程芷林因为受不了打击 整日出去鬼混 前段时间查出来很难治的病 而陈梦幽也因为精神失常 进了精神病院 现在两人都需要用钱治疗 可程家早已被掏空 拿不出治疗费用 听到程母的哭诉 我没有过多的回应 只是应付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说实话 现如今我听到这里 自不会有同情 心理解恨之余更多是当个乐子 程芷林和陈梦幽的下场 都是他们应得的 而后他们再如何悲惨 皆与我无关 我只会关注自身 随后的日子里 我开始专心设计我的嫉妒新系列 星辰主题的单身女界 在婚姻礼时 我设计的主要重点是 放在婚戒上 而如今离婚后 我所关注的市场就随之改变了 况且我也因为这个身份转换 有了更多的想法和感悟 我想鼓励更多和我一样 婚姻或者感情出现问题的女性 勇敢走出去 勇敢选择单身 但是这个主题方案通过的并不顺利 会议之上 有人提出 单身女界是不错的想法 但为何是星辰主题 因为星星总是伴着月亮 似乎也体现不出女性独立自洽的核心 在我差点被问住的时候 却突然想起在北欧看到的满天繁星 其实星星大多是恒星 是可以自行发光的独立个体 并非依附月亮而存在 就像你我 也都是独立的个体 并非需要依附任何人 或任何关系而存在 最近肚子时不时地疼 还有点便血 我抽时间去做检查 老公孙文乐也跟着一起检查 去拿报告那天 医生把我单独喊了过去 他脸上的表情带着怜悯 我吓得瑟瑟发抖 他叹了口气你老公胃癌晚期 如果不做手术 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心里咯噔一下 提起的心放下又生气医生 怎么突然就晚期了 他只是喜欢喝酒抽烟而已 我以前让他少喝点 他并没有当回事 还嫌我管得宽 医生把单子递给我他喝酒 未穿孔三次 你们都没重视吗 我摇摇头 这事还真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才两年 他是销售经理 经常出差应酬喝酒 是常态 我仔细看着报告 心里难受极了 他才二十八岁 怎么能得癌症呢 我颤抖着声音 医生 手术费多少钱 成功率高不高 能活多少年 得到医生的答复 我心情越发地沉重 开门出去 老公等在门口 他低头看着手机 脸上有点黑眼圈 根本看不出 癌症晚期的迹象 我努力扯出 一丝微笑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孙文乐抬头朝我笑笑 没事 回个消息而已 你的报告我帮忙拿了 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了看他 还是不忍心 说出那么残忍的话 医生偷偷告诉我这些 就是怕病人 不能承受打击 我牵着他的手 你的身体也很棒 就算是晚期 我也会尽力救他的 医生刚才说了 有些运气好的 能活三十多年 我们努努力 说不定可以活更久 只是想要治愈很难 三十万的费用 也不是小数目 还得想办法凑钱 半夜我愁得从梦中醒来 看到老公不在身边 紧张地开门出去 外面厕所有灯光 我心里开始忐忑 是不是他身体不舒服 走近了才听到老公 在厕所打电话妈 袁欣欣得病了 手术费要十几万 这都够我重新娶个 黄花大闺女了 我瞬间呆愣在原地 什么叫袁欣欣得病了 难道我的身体也出现了 很严重的问题 怪不得医生的表情 那么怜悯 来不及思考太多 就听到孙文乐 又说到好 我把单子藏起来 等他死了还能继承他的遗产 这就是我想卖房 也要救的老公 我捏着手里老公胃癌晚期的单子 默默回了房间 刚躺上床 孙文乐轻轻开门进来 他从外套兜里掏出单子 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 他叹了口气 淡淡说道别怪我 谁也不想跟一个病人生活一辈子 第二天我从垃圾桶里捡起碎片 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拼出了直肠癌早期的结论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并不是很严重的病 能治而且也要不了十几万 孙文乐他就是单纯的想让我死而已 我的心不是一般的凉 还好发现得早 不然还会傻兮兮的卖房给他治病 我去省医院挂了专家号 重新检查身体 在得到确定答复后 立马预约专家做手术 我买了一堆烟酒回去 还有他喜欢的碳酸饮料 孙文乐笑得何不拢嘴老婆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我笑咪咪看着他跟朋友取得惊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 应该满足你这点小要求的 家和万事兴吗 孙文乐把我拉到客厅 茶几上摆满了垃圾食品 全是高科技产品 自从学会看配料表 我很少吃这些零食 孙文乐把我搂进怀里老婆 这些都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 都是你爱吃的 我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就这么想我早点去死 我掐了一把大腿 忍住揍人的冲动 对他撒娇说道 有烟草味的男人 越来越好闻了 客厅里孙文乐看着足球 抽着烟喝着酒 吃着我从高科技零食里 挑出来的五股凤爪 他想让我陪他吸二手烟 我笑着说要加班 就去了书房写计划书 过了两天 家里突然开始换家具 我满脸疑惑看着孙文乐 他笑得温柔 你以前不是嫌衣柜 太小了吗 我给你换个大的 就得放我的衣服 哦 真是善解人意的 好老公 随后沙发餐桌书柜 能换的都换了个遍 我知道这房子 不能继续住下去了 孙文乐的所作所为 一看就没安好心 刚好预约的手术 在后天 我笑着给他说 去上海出差半个月 还给他转了五千块 让他找朋友喝酒 维护感情 看着孙文乐满脸的遗憾 我差点没忍住 扇他挤巴掌挨 何必跟死人计 叫那么多呢 我提着行李箱 回了娘家 告诉了父母所有的事 还以为要费一点功夫 才能让他们相信 毕竟孙文乐表面功夫 一直做得不错 老爸气呼呼地冲到厨房 拿起菜刀就往外走 还好我和老妈 及时拉住我爸 抢过菜刀吧 你冷静一点 医生说他活不了半年 老爸重重叹了口气 我是先写好遗嘱 再去的医院 万一出事 所有财产都归我父母 孙文乐他休想占我便宜 在家人的陪伴下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老妈守在床边 她笑着说到新兴手术很成功 过几天就能出院 我终于松了口气 这次手术只用了五万多 后续的费用也不算多 但我的老公不愿意 只想让我死 还想娶个黄花大闺女 出院那天 我接到了孙文乐的电话 老婆 我身体好难受 你什么时候回来 胃癌晚期 也该难受了 以前他喜欢抽烟喝酒 有时候不舒服 也只觉得是喝多了 让他麻痹了神经 这次不知道他能不能发现 我坐在车上 看向天空 你在哪里 严重吗 我在医院 你爸陪着我 男人有气无力 说道 我抬头 看向老妈 刚才他说 爸爸公司有事 晚上才回来 这不对劲呀 我随便敷衍两句 挂了电话 老妈摸摸鼻子 立直气壮 说道你爸气 不过这几天 都跟他喝酒呢 不能打人 喝点酒怎么了 我还能说啥 以我老爸的脾气 这算温柔的 只要不直接动手喝酒 这法子还挺好 只是老爸年龄大了 不能喝太多酒 半夜我跟老妈关了灯 在客厅磕瓜子追剧 老爸亲手轻脚开门进屋 进来的瞬间 把他吓了一跳 老爸拍着胸口大半夜的 怎么还没去睡觉 欣欣才出院 怎么能熬夜 老婆子你 怎么能跟着胡闹 我朝他招招手 笑得人畜无害 老爸吞了吞口水 使劲朝我妈眨眼 妈妈倾咳一声 低下头继续磕着瓜子 我冷哼一声 谁让你去喝酒的 你自己的身体心里没点 鼠妈一百八十的壮汉 吓得一哆嗦 她颤颤微微说道 闺女 我没那么傻 喝得很少 使劲夸她 让她喝着还差不多 老爸慢慢朝我走来 坐在单人沙发上 我身上有烟味 离你们远点看 在乎你的人 事事都会考虑到位 我叹了口气 孙文乐现在什么情况 爸爸瞟了一眼老妈 两人眼神交流后 才缓缓说道 病情加重了 今天都咳出血来了 医生说随时有可能死掉 老爸越说越开心 嘴角都要咧到后 槽牙了 我心里有点难过 不是心疼男人 而是人生无常 要珍惜身边的人 把茶几上的热牛奶 递给老爸 孙文乐他知道了吗 爸爸摇摇头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让他好好检查一下 他说不要紧 只是喝多了而已 老爸一脸我说了 他不听不能怪我的表情 也不知道孙文乐怎么想的 感觉咳血不是第一次 只是他根本就没当回事 我瞪了他一眼 不准去喝酒 烟也必须戒了 孙文乐二十几岁就癌症晚期 你必须好好保养 老爸愣了一下 有点不情愿 妈妈一掌拍在茶几上戒 必须戒钥匙 你不在 我们家怎么办 所有人都能欺负我们母女 老妈刚说完 爸爸的脸瞬间红彤彤 似乎想到了 我们被欺负的画面 有父母孙文乐都敢欺负我 要是他不在了 结局难以想象 他满脸正宗好 我不仅要戒烟酒 还要锻炼身体 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母女的 不行你们也得跟我一起锻炼 身上再被一些防卫倒去 第二天 我被孙文乐的电话 吵醒 老婆你什么时候 回来 我好想你啊 我用右手挡住眼睛 淡淡回道 还要再等两天 身体要好好养着 我可不想回去 现在就是拖字绝 孙文乐不乐意的声音传来 不是说好今天吗 家里乱得不成样 没有你真不行 我又不是他保姆 乱成啥样都不关我的事 不是你说的女人要独立吗 难道你想拿工资养我 瞬间男人熄了火 孙文乐闷闷说道老婆 我难受真的好想你 以前他喝醉了 我都会给他煮醒酒汤 早上还要起来给他熬小米粥 他是想我这个免费保姆了 我的嘴角上扬 难受就去医院 我又不是医生 管不了这个 孙文乐不乐意的原心心 我是你老公 你这什么态度 这才多久你就变成这样了 我笑了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男人就是麻烦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懒得听他避避 两天又两天 我在家里待了一周 前阵子拿出手术单子 给公司请了一个月病假 没有渣男在身边 心情十分愉悦 老妈照顾得又很仔细 身体恢复得不错 孙文乐天天给我打电话 我越来越敷衍 听说他每天跟猪棚狗友喝酒 基本不归家 吃完饭 我跟老妈边看电视边唠嗑 手机响了 按了接听见对面的声音 传来 请问是袁欣欣女士吗 这里是第二人民医院 你的老公孙文乐正在抢救 请尽快赶过来 我跟老妈对视一眼 都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我小声问到请问严重吗 很严重病人随时可能去世 请赶紧过来 我轻轻松了一口气 严重就好 就怕不严重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耗着 挂了电话 我就简单收拾一下 出门路上 我主动给孙文乐的妈妈打电话 刚说完情况 他就开始问候我全家 我冷冷回道 是你儿子非要跟他朋友喝酒 你都管不住 我能怎么办 他还在继续避避 我给他说了医院 就挂了电话 要不是为了转移婆婆注意力 想让他们狗咬狗 我才懒得喊他 毕竟撒泼打滚他最在行 老妈担心我身体 害怕我受欺负 连忙通知我爸一起去的医院 到了医院的急救室 孙文乐的朋友们坐在凳子上 嫂子不管我们的事 是他非要喝 我们根本拦不住 这群人有五个 我只是面熟 连全名都喊不出来 以前孙文乐喝醉了 我去接他 这群人表面笑嘻嘻 结账的时候八百个心眼 我被抢拉着结了两次账 反正都不是傻好东西 看到我过来 他们脸上松了一口气 拍拍屁股就想走 想啥呢 都什么年代了 难道不知道喝酒 出事一起淡吗 孙文乐的胃癌晚期 还多亏了他们的助攻 我看了阎老爸 他笑咪咪说道 孙文乐还没脱离危险 你们暂时不能离开 五人瞬间黑了脸 大胖子扯出一丝微笑 我老婆六个月肚子 要是不回去 他会担心的 万一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 可是很麻烦的哦 这么快就开始威胁了 其他人见状 纷纷找借口 就连算命的 说不能在外过夜 都说出来了 他们是笃定我们 拿他们没办法 我妈扶我 我扶着腰指了指肚子 他们有的我都有 孙文乐 跟你们喝酒 进了医院 如果你们有责任 肯定跑不掉 胖子冷哼一声 嫂子 你要算这么轻 以后 谁敢跟他玩 你难道 想看到他一个朋友 也没有 我眼前一亮 还有这种好事 这一看他们 就有责任 根本推不掉 老爸挡在我前面 壮硕的身子 把我和老妈 遮得严严实实 他一脸无所畏惧 没有结果之前 大家都别离开 不然走了 也会被警察抓回来 被街坊邻居看到 还以为 你们干了啥坏事 还有呀 朋友不朋友的 我们不稀罕 那群人 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坐在凳子上拿出烟抽 刚点上火 就被路过的护士 教育一顿 那几人更郁闷了 看我特别不顺眼 胖子冷冷说道 袁欣欣 孙文乐 找了个大学生 你知道吗 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 我是直肠癌早期 就算不手术 也可以活三五年 他到底懂不懂 这样的消息 我赶紧打开手机录音 我一脸不信 怎么可能 我们感情好着呢 你肯定就是嫉妒我们 男人哈哈大笑 拿出手机 翻出他们的资源 共享群的聊天记录 他指着一张照片 看到没就是他 才十九岁嫩得很 你拿什么跟他比 孙文乐最近 是不是没回家 他天天 跟那女的在一起 跟我们说他好用得很 看到我震惊的双眼 他笑得开心极了 这人的性格 就是他不高兴 所有人都得一起受罪 老爸抢过手机 我倒要看看到底 是不是真的 孙文乐 敢做对不起我闺女的事 看我不把他揍死 那群人听到 我爸这么说 他笑得更开心了 他们七嘴八舌的 说着孙文乐 做过的坏事 就连去洗不正当的脚 都说了出来 看来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想孙文乐 好过 老爸趁机 把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拍下来 我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你们又有多干净 难道你们没有一起泡脚 看你们的群名字 就知道不是啥好东西 胖子刚想批判我 孙文乐的妈妈来了 他一脸怒气 原心心里把我儿子怎么了 他要是出了问题 我要让你陪葬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谈财礼的时候 态度非常端正 妈妈把我拉到身后 他满脸杀意 指着他的鼻子 死老婆子 你踏马有本事再说一次刚才的话 你当老娘是死的 居然当着我的面欺负我闺女 孙文乐的妈妈瞬间变了脸 他抹了把眼泪 闻闻是毒子 我一时糊涂 你们肯定能理解的 笑死来了 不先问孙文乐的情况 而是找我麻烦 严重怀疑他是真的心疼儿子 我指了指凳子上的那群人 你去骂他们呀 是他们跟你儿子喝酒进的医院 婆婆看了一眼 自己的小身板 故作镇定说道 我才不是那种泼妇 闻闻 吉人自有天相 他说完就去问护士情况 就像根本没看到那群人一样 老妈的眼里全是鄙视 她拉着我的手心心 这老婆子就是欺软怕硬 最爱的是自己 自私得很 我点点头 还以为能引起大战呢 结果一句重话都没有 等婆婆回来 她看了一眼我爸妈 瞪了我一眼 气鼓鼓地坐在凳子上 没过多久 公公带着两个男人过来了 婆婆瞬间回血 她抹着眼泪哭得可怜极了 老头子咋办呀 医生说 文文的情况不乐观 她抬头看向我 原欣欣如果我儿子有什么意外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冷冷看着她 本来想放过她的 现在嘛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让着她 婆婆指着那群壮汉 你们为什么不劝她 今天的医药费 以后的康复费用都得你们出 还得赔我家三十万 否则我们挨个住在你们家 真是小看她了 身后有人 她底气十足 张口就是三十万 对面那五人都愣了 胖子抹了一把 冷汗你这是敲诈 我要报警 婆婆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报备我们有理 去哪里都不怕 三十万多吗 你们平摊下来一人才几万块 她说的理直气壮 嘴角上扬 觉得自己棒极了 那五人怎么可能同意 他们本来想给点点钱 私了 结果对方狮子大开口 确定痰不拢后 他们立马报了警 我看了看门口正在手术中的灯 孙文乐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他 门就已经吵翻了 天 婆婆躺在地上耍无赖的时候 手术门开了 公公跑过去问医生情况 婆婆立马爬起来 跟在后面 医生扫了一眼四周 最后停在婆婆身上 孙文乐的情况不太好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承受能力强地跟我进来 婆婆吓得瘫在地上 根本起不来 除了婆婆一群人进了办公室 医生本来只告诉直系亲属的 但因为涉及到案件 才让一起进的 还好这次抢救及时 不过她胃癌晚期 已经穿孔 不能再熬夜喝酒抽烟 她大概还有两个月时间 公公满脸震惊 医生她才二十多岁 怎么可能直接就胃癌晚期 你肯定弄错了 婆婆又瘫在了地上 不可能我儿子 怎么可能癌症晚期 她突然朝我看过来 袁欣欣 前阵子你们不是 一起去检查了吗 你不是说她身体很健康吗 瞬间所有人都朝我看来 我抹了一把不存在的眼泪 委屈巴巴说道对 我是知道的 可我能直接给她说吗 万一她想不开怎么办 你们年龄大了 我能让你们担心吗 万一你们承受不住 一家人病几个怎么办 我边说边哭 看起来委屈极了 老妈把我搂进怀里 她冷哼一声 自己的身体 她心里肯定有数 是不是结婚的时候 故意隐瞒病情 你们怎么能这么坏 爸爸死死盯着婆婆 眼里全是恨意 有我在别想欺负我女儿 婆婆不甘心 她恶狠狠看着我 你明明知道她胃癌晚期 为什么不阻止她喝酒抽烟 你还给她买烟买酒 你是不是故意让她去死 女人越说越激动她 感觉自己找到了真相 袁欣欣要是我儿子死了 我要让你陪葬 老妈气笑了你儿子死了 你自己去陪葬呗 给她洗衣做饭 当一个好母亲 孙文乐自己管不住嘴巴 你怪谁怪你这个 当母亲的吧 都是你给惯的 婆婆躺在地上 整个人处于疯癫状态 我耸耸肩 一脸无辜 你怪我干嘛 她天天跟猪朋狗友喝酒 你找他们去啊 要不是他们 孙文乐怎么可能癌症晚期 婆婆瞬间惊醒 她冷冷贴了我一眼 爬到那五人面前 公公他们跟在后面 婆婆顿时信心倍增 她拍着地板 扯着嗓子说道 要不是你们 我儿子会癌症晚期吗 都是你们的错 你们必须赔一百万 哇 直接占了七十万 那群人一分钱都不想出 刚才三十都不干 何况一百万 胖子满脸无语 孙文乐是成年人 他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负责 我们最多出丧葬费 其他的一概不管 婆婆听到丧葬费 脸更黑了 她快速爬起来 一巴掌 扇在胖子脸上 你敢诅咒我儿子 老子打死你 胖子捂着脸 死死盯着老太婆 你敢打我 我要告你故意伤人 我一分钱也不出 其他四人也很愤怒 癌症晚期 关他们什么事 公公带着两个人凑了过去 这家一触即发 警察却来了 说清楚情况后 我叹了口气警察同志 我要去看看病人 就不跟过去了 我们家使 婆婆他们做主 我才不想插手他们的破事 最好打得两败俱伤 婆婆他们想讹钱 也不愿意我掺货进去 看着他们坐着警车离开 我笑着说道 反正孙文乐还没醒 我们先去把肚子填饱 老妈拉着我说的理所当然对 去吃火锅庆祝一下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我让护士帮我找了一个最便宜的 护工阿姨八十块一天 她一个人照顾六个病人 只帮忙做最基本的活 孙文乐她只配最便宜的 八十块我都只要了一天 等我们吃饱喝足 提着一碗白粥回医院 推打开病房 孙文乐正在发脾气 他愤怒说道 我就是想抽个烟而已 凭什么不让 看着小脾气 又得少活两天 看到我进来 孙文乐满脸委屈老婆 他们太欺负人了 抽烟怎么了 我们给国家交了好多税 做了那么多贡献 凭什么不让抽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 这是三人间 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老妈提笑肉不笑 要不你自己多加点钱 去住单间 肯定没人拦着你 中间病床是个老婆婆 她轻轻咳嗽着 断断续续说道我肺癌晚期 真的不能再吸二手烟 我也不想的 她越说越委屈 最后还哭了起来 老婆婆身边没有亲人 连护工都舍不得请 生病本来心情就很烦躁 她一下子没帮助我 瞪了孙文乐一眼 把准备给她吃的白粥送给了老婆婆 这傻逼男人 连生病的老人都欺负 根本就不配吃饭 刚安慰好老婆婆 孙文乐又开始作妖 老婆 你扶我去下厕所 我去厕所抽总行吧 我刚想骂人 老爸笑咪咪说道行 我来扶她 转头看向老婆婆 放心 我开台风扇 保证一点烟味也没有 我叹了口气 一脸无奈说道 婆婆 她要死了 可能抽不了几根了 能不能老婆婆顺 见了然对要死之人宽容了很多 她怜悯地看着孙文乐 朝她摆摆手去吧 想抽几根抽几根 开心就好 孙文乐不甘了 她一脸认真 我只是未穿孔而已 怎么可能死 你们才是要死之人 还没有家人陪伴 真可怜这嘴真贱 老爸直接罢工 反正晚死两天也没啥 孙文乐刚支起的身子 又躺了下来 她扯出一丝微笑吧 你快扶我去厕所呀 没抽烟 我心里慌得很 我爸淡淡回到 你都快死了 为了你身体着想 你以后都别吸烟了 孙文乐傻了眼 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过了好久 孙文乐才反应过来 她死死盯着我 老婆我到底什么病 到了如今的地步 肯定要告诉她实情的 就想看看最后这两个月 她怎么生死挣扎 还继续喝酒抽烟吗 我低头说道 胃癌晚期 孙文乐你不能再喝酒抽烟了 男人根本不信她 甚至憋红了脸 起床绕房间跑了几圈 她拍拍胸口 一脸自信说道 看我是个正常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袁欣欣怡肯定是想让我戒烟酒 故意找的借口 我敷衍地点点头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孙文乐瞬间开心了 她躺在病床上 也不闹着抽烟 空气很安静 没人说话 过了好久 她颤抖着声音 老婆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真的胃癌晚期吗 我不就是喜欢喝酒抽烟吗 怎么可能就癌症晚期 俗话不是说一天三顿酒 活到九十九吗 我怎么可能死 我懒得回她 等她自己去想 急死她孙文乐 一会笑一会哭 自说自话 有点疯魔 一个多小时候 孙文乐平静下 来 她摸着肚子 可怜兮兮看着我 老婆我饿了 我瞥了她一眼 笑咪咪说道 你想吃什么 孙文乐快速说道 啤酒 烧烤炸鸡 再来两包 华子 我笑了 你再好好想想 男人沉默了 过了好久 才一脸肉痛 说道 小米粥行不行 我无所谓的 耸耸肩 想吃自己点呗 没有人能管得住你 她乱吃东西 我开心 可以死快点 她喝粥 我也开心 想想她的表情 我就开心 都十点了 那群人还没回来 我懒得等了 我扔给孙文乐 一个电话 这是给你请的护工 有事可以找她 孙文乐 埋头点单 甩都不甩 我老爸拉着我离开 这糟心玩意 我总是忍不住想揍她 半夜婆婆打来电话 我瞟了一眼 直接关机 一看就没好事 懒得理她们 第二天 一大早 门就被敲响了 婆婆带着两个男人 气势汹汹朝我冲过来 袁欣欣妮 怎么能告诉文文实情 你怎么能自己跑回来睡觉 她是你的丈夫 是你的天 你怎么敢的 她伸出手 就想扇我巴掌 老妈挡住她的手 我的闺女 你凭什么动手 老不死的 你居然敢欺负我女儿 最近妈妈 天天被逼着训练 手劲大了不少 她抽出旁边的电棍 就朝婆婆身上砸去 都是你惯的 要是孙文乐生活习惯好 怎么可能癌症晚期 我闺女才26岁 凭什么要背着一个丧偶的标签 婆婆惊声尖叫 她大声吼道 我要告你们故意伤人 你们一家子都去吃牢饭 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好 只能靠在墙边看着 要不要我帮你报警 告你私闯民宅 婆婆恶狠狠看 这我毒妇 我让文文修了你 那感情好 我真不想被人说丧偶 我说得云淡风轻 婆婆更气了 趁她没集中注意力 我妈挤棍子砸在她身上 她惨叫连连 婆婆朝那两个男人吼道 你们给我打 有事我担着 老爸冷哼一声 当我不存在吗 到了我的地盘 还敢欺负我的妻子女儿 那两个男人看了一眼 我爸就把婆婆拉到 说到你才二十六 能有什么事 你在家休息两天 别去医院花冤枉钱 她明知道我有癌症 却不让我去医院 他们家到现在还想让我去死 真是坏透了 爸妈的脸色全变了 甚至想再揍她一顿 看我们没回话 婆婆抹着眼泪说道 闻闻现在需要很多钱 你们能给我二十万吗 原来这才是她的最终目的 我瞟了她一眼 昨天你们要了多少钱回来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 至少得五十万吧 这些钱还不够吗 婆婆一脸理直气壮 我们家都是讲道理的 说清楚缘由 我一分钱都没要 我信她个鬼 她现在就是怕我要这个钱 毕竟我跟孙文乐没离婚 本来就有我的份 我装作不知 苦口婆心给她支招 让她去要更多的钱 孙家心黑 我才不信她不 上当 两天后 婆婆打电话过来 让我别去医院 好好在家休养 她肯定是要到不少好处 生怕被我知道 我发了一个大红包 孙文乐的表姐全盘拖出 婆婆她们先是要了五十万 后面越想越不甘心 又开始一家一家地哭穷 又要了十万 她似乎找到了生财之道 不停地带着人哭哭哭 每次去了别人家 还连吃带拿 一点也不客气 那五家人快被气死了 报警也不管用 警察拿一群老人 也没办法 是的 婆婆她们带着 一群老人去要钱 她给工资的 一天 一百 我懂她们 为什么孙文乐 现在必死无疑 她们趁机多要点养老钱 用来保障以后的 日子过得舒心 只是谁也不是傻子 谁也承受不起 这个无底洞 我无所谓 乖乖听话在家养 身体 得病后 我才发现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多重要 什么爱情友情 都是无稽之谈 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半个月后 婆婆和公公 死在要钱 回去的路上 一群老人 就他们两个死了 听说当时天有点暗 雨天又打滑 他们要到了一万块钱 一群人都很兴奋 这次他们死皮赖脸 在别人家待了两天才要到的 说的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却出了意外 孙文乐崩溃大哭 可是没有人帮他去额钱 别人都说因为那两人黑了心肝 阎王爷才不放过他们的 不然一群人怎么就死他们两个 孙文乐气晕了过去 又被送进了医院 我身体恢复得很好 心情更好 爸妈陪着我去看他 这才多久 他瘦得不成样子 整张脸都是黑的 一看就十日不多 我轻声安慰着他 给他请了二百一天的护工 帮他父母收尸 看起来十分贤惠 我每天说着以前恋爱的琐事 孙文乐感动得不行 他开始忏悔 在他又一次昏迷后 他把所有财产都给了我 就连他父母拼命要的那七十多万 也一并给了我 看着银行账户的余额 我非常满意 第二天那五人把大学生送了过来 胖子笑得一脸开心 兄弟远远有了你的孩子 他是你的根呀 你现在把钱都转给他好不好 孙文乐傻了 他可怜兮兮看着我 老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那孩子真是我的 求你把钱给他一半 我看了眼胖子 笑着说道好 只要是你的儿子 我就分他一半 胖子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一眼便知 那个圆圆开心极了 他天天跟孙文乐鬼混 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半个月后 孙文乐死在床上 我立马把他推进火葬场 所有物品全部烧掉 圆圆一脸得意 他在宿舍里留的有毛发 可他不知道 那些毛发根本就不是孙文乐的 他愿意生就生背 我又不会负责 后来听说他休学生娃 结果却是一个死胎 孙文乐本来就有病 身体状态非常不好 生个死胎也很正常 他想找我要钱补偿 我让他去法院 盼多少我给多少 生过一次大病 很多事都看得开 我开始锻炼身体 经常带着父母出去旅游 享受活着的每一天